大家好 这段时间是很多春兰开始孕育花苞的季节 如果说我们养护的春兰提前来花苞 而且这个花苞已经长出来了 我们该怎么养护才能保证它这个花苞不容易消掉 能够维持到春季开花呢 大家看像我这颗春兰就是提前来花苞的 这个花苞大概已经长出来5-6厘米了 像这种情况的春兰我们想要把它养好 大家必须要避免它最怕的几个要点 第一个就是怕温差不够 因为春兰本身它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春化才能正常的开花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给它增加温差 避免这个花苞出问题 也就是说白天的温度正常的情况下 晚上尽可能的把它放到比较低温的一点的地方来养护 尽量的拉大它的温差 第二个就是保证我们的养护环境湿度又够 如果湿度不够的话很容易导致这个花苞出现脱水 提前削包 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花盆的表面铺上一层比较薄水的东西 比如说水苔就是不错的材料 因为水苔它的透气性好保湿性高 我们在这个盆的表面薄薄的铺上一层 就可以保证它的湿度又够 还有一点就是最怕浓肥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施肥稍微有点过量或者是过浓都会引起 花苞产生肥害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给它施肥的话呢 一定要记住薄肥 最好是使用这种兰科中用有机养液 按照1比1200的比例对水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浇灌的时候呢 要避免这个肥水进入到花苞里面出现肥害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积水 这段时间如果兰花的盆土积水的话 导致它闷根也会容易造成它吸收养分困难 然后花苞呢养分缺失导致提前消苞 所以大家的春兰这个时候长花苞的话呢 一定要避免它最怕的这些方面 好了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